列转换 那行列转换主要是那个 也是二维正列 难跟列转换 OK这个观念也是要很清楚 因为未来用到二维正列的机会非常的大 那二维正列还有一题 蛮重要的就是那个 这一题单字测验 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前天讲过的 那当然这一题 未来你们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这些题目 第一个 它可能不是固定 写在里面的 我们是已经预先写好 写在那个 我们的程式里面 是一个二维正列 那我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可能预先已经 预先已经知道说 它是五题 有五题 然后会先 中文再英文 中文再英文 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的表格 就是有 总共有五列 五列 然后两栏 一列是 这个零的话 是中文 一的话呢 是英文 然后有一到五 那一个 这样当然比 读这个题目的时候 是中文过来 比对的话呢 是比对后面的 OK 那可是问题 也许未来 你们会发生的状况 是这样 就是这些 正列 其实基本上 有可能几个状况 第一个 它不是在 你的程式里面 而是在哪里呢 其实通常 通常会是在 在某个档案里面 你要把某个档案 读过来 那读过来之后的话 可是你也不知道比数 也许你不知道是五个啦 当然你们可以上网去搜寻 全民音简单字表 我刚刚看了 有个七千单字 那你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诶 看看能不能把它整理成一个 七千字的单字表 那五题的话 将来可以乱数跑 就在这个七千多题里面 乱数抽五题出来 然后test它 它如果通过的话 可以可能换下一关 下一关等等的 可以做个游戏 单字练习游戏 那其实难度并不高啦 里面大概该学都有学过 只是说呢 它应该 大家问这个档案 它会是一个档案的形式存在 也许是类似像这样 可能常用的大概就是用 我自己习惯的用的是CSV 也许这边有个单字测验CSV 有没有 单字测验电CSV 然后呢 它里面的结构一定是 我是用Excel去把它转的 所以Excel另存新档的时候 可以存成什么 存成CSV 然后它的中间会加个逗点 就是中文逗点英文 然后Enter一下 换下一笔 下一笔 所以CSV当然你可以用记事本开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用按右键 直接点两下它应该是用什么 用Excel开 就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虽然是逗点 不过它Excel跟CSV好像两者之间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打开自动帮你把逗点部分变成表格了 不会有逗点 直接就开起来了 那网路上面的话 也有很多的CSV的开放资料 所以未来有可能几个状况 就是比较常见的 也许是一个档案 我放在低点底下 那我们如果说 假如就请各位 把什么呢 前面写的改写一下 改成什么呢 就是如果那个阵列里面的资料 它是存在哪里 存在我的低点底下的 这个位置 那我需要怎么样 先把它读进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顺便再教各位一下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部分 如果以后你的档案 是在你的电脑里面的 某一个路径底下 那你要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呢 你该怎么处理 第一个当然给它路径 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会需要用到几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就是FileReader 这个FileReader 它是哪个套件 IO的套件 OK FileReader 它做什么呢 这个FileReader 实际上这边讲了 就是读取那个什么 读取你的那个路径的 一个 这个有相关说明 FileReader OK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另外读进来之后 会另外 会需要放在Buffer BufferReader 就是读进来之后 会放在BufferReader里面 那BufferReader里面的话 它必须要读取 那读取方法当然很多啦 其中比较常见的 就是一行一行读取 一行一行读取 读取到什么时候呢 读取直到读不到为止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个回圈 也许用File回圈吧 File回圈 一直读一直读 那读一笔之后 特别注意哦 读哦 因为它这个 我们的 这个CSV 这个档 它的一行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它的一行 实际上就是两笔 就是一笔 一笔记录 里面的话有两个资料 那你势必就是怎么样 中间它斗点 所以我们可以用Splitter 切割 前面一个放在0 后面一个放在1里面 可是问题哦 要怎么放比较简单 一般是这样的 因为在读取档案的时候 我不一定知道说 总共会有几笔记录 就是几列 可能有5 可能有10 可能7000 等等的 那所以哦 如果说你今天 我不知道说 我会有几列的话 那这个时候会麻烦 如果你要二维正列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你到底要宣告 多少空间 去存放这个 OK 你假设你不知道5啊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宣告一个很大的 9999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啊 反正就丢嘛 一定不会满就好了 有没有人这样写 没看过有人这样写 反正就弄一个很大的 啊丢啊 反正就丢 不要超过那个 他宣告的数字 但是问题上也不对啦 这个其实蛮取巧的 再不然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放在那个 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那个104那个 和洛之数里面 用到一个array list 这个array array就正列 array list 就是正列清单 这个正列清单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 你就一直丢 那用一个方法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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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用先告诉他说 你要新增 你要加几笔到清单里面 你只要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就对了 直到加完 他自动 反正就一直往上加就对了 那就add 他不需要先告诉他说 你需要 开多少空间 他反正就一直加就对了 那我先把它加 所以我这边可能会用到两个array list 一个array list 处理 处理这一个 一个array list 处理这一个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把array list 这个当成a 把array list 当成一个 这一栏 一个b 一个a代表是a栏 b代表b栏 所以我会宣告两个array list 一个是放中文的 一个是放英文的 然后塞 塞完之后的话 再把塞到array list 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读到二维 阵列里面 所以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们的单字测验部分 特别注意 我上次说一个修改 原来是这边 用这个方法 我们标准的是 宣告一个items的阵列 然后开一个五乘二 就是五列两栏的空间 再把这个东西放过来 可是问题 现在做个变化 如果我的来源 不是在这里面 而是在哪里呢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低调的这里 当然 这个档案 我也把它传到 我们云端上 如果你要这个档的话 你可以不用自己产生 我是把它放在 这边 证照这里下 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单字测验 这里 诶 怎么两个 好像都可以 你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 下载下来之后 我是把它放低调底下 所以你将来 把它放 你就把它开启 记得把这个 也许把它剪下来 丢到跟我一样路径的话 就在低调底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把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注解掉 留着吧 然后呢 我就把刚刚的东西 一个一个实作出来 所以我会需要 读取档案的一个类别 FileReader 里面这个地方到底做什么 OK 就是读取档案 第二个 先把档案读过来之后 放在一个缓冲区 BufferReader 然后呢 主要是这两个 OK 再把里面的东西 读回来之后 再利用ArrayList ArrayList 前面也用过 不过这边以后 应该都会常用到 因为我发现 从档案啊 或者从那个网路啦 从资料库 读取资料 很多时候 都会先放在这里 暂存一下 再做后续处理 怎么做 其实 并不难理解 而且你将来可以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公式来套用 第一个ArrayList 因为我有两栏 A跟B 对不对 那我的习惯就是 一个ArrayList A 一个ArrayList B 如果以后 如果你有三栏 你就CDE 可能他几栏 我就 我的习惯就是 有几栏我就几个 这个观念配合 那个Excel 所以这样也比较好记 反正Excel 你有几栏 你就是用ABCD 当成他的栏位名称 你就可以假想说 它是一个暂存的 一个清单 它这个就存成一栏 一栏 OK 然后总共会有两个 怎么限呢 New一个ArrayList 名称就画叫A 一个叫B OK 这应该可以理解了 第二个的话 宣告一个二维阵列 不过这个地方只有宣告 还没有给什么呢 等于New空间 因为我还不知道 到底要New多少个 OK 所以我先宣告 还不什么呢 去指定它的那个 它的多大多小 OK 然后这个String的话 这个是将来切割出来的 切割出来的东西 那会放 先放在哪 就是先读出来的东西 放在String里面 再利用切割 切割的东西 放在这个Temp Array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只有这几个 那读取的话 第一个 用FileReader 有没有 给它一个实体路径 应该可以理解了 不过当然将来 你也可以写成相对路径 因为未来不可能说 你固定 假设你这一台在这里 换一台的话怎么办 所以可以写成 所谓的相对路径 不过 我们先写成这样 绝对路径 特别是有那个斜线跟反斜线不一样 在微软底下是这样子 反斜线 这个是正斜线 OK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加上你的名字 特别是档案你要先放上去 不然等一下已经读不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利用这个FileReader产生的物件 再去用BufferReader把它读出来 用BufferReader把它读到BR这个物件里面 那再来的话 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就是BR这个物件里面 有一个叫ReadLine 顾名思义吗 ReadLine 一行 一行 一行的读取 所以呢 他读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他不得怒 所以基本上 他如果有读到 他是先读一行 换下一行 换下一行 直到什么 怒了 诶没有了 他就想跳里回圈了 OK 所以可以理解吧 反正你丢给他一个东西嘛 CSV的话 他一直读一直读啊 可是读到之后的话放哪里 放在STR 读到之后放过来 可是问题他中英有加斗点 有中文有英文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呢 利用Spritzer 做什么呢 切斗点 OK 就是把那个斗点的东西 把他怎么样 诶 特别是因为他是有那个跳脱字圆的 会保 所以这个地方 记得要加一个斜线给他 不然的话会发生错误 分割斗点的部分 丢到一个阵列里面 那切过来之后的话 他本来是有中文英文 所以他可以切割嘛 斗点的部分切开 那中文英文就放在这个阵列里面 他的0 这个是0 中文的部分 放在A栏 怎么放A栏 很简单 点add就好了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那个Arelix 为什么 他太好用 太简单了 点add就好了 add的意思是什么 加一笔进去 那能够加几笔 反正你一直加就对了 OK 然后呢 B栏 再add add什么呢 add 英文的东西 所以切割 这个应该不默声吗 Spritzer 然后切割 放进去 放进去 那换下一个 再下一个 下一个 所以呢 A栏 A的这个Arelix 就放中文 B就放英文 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这个地方全部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知道 总共塞 就跑完了嘛 跑完了之后呢 就跳离了 跳离之后呢 那我应该就知道这个Arelix 里面应该 add几次了 反正add一次 那就是长度增加1 增加1 那他怎么知道有几个 其实很简单 size 他可以透过那个size 这个属性 去把里面到底有几个 读出来 所以应该有五个啦 所以A的size就是5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5啦 那当然未来呢 如果CSV档 假如不一定只有五个资料 你如果十个二十个 他这个数字就可以自动去改变的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把items 这个地方只有宣告 还没有赋予它的size 那这个地方是再去new它什么 这个等于它的5 后面的话一样是两栏 A栏跟B栏嘛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输出的是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假如说不见得是两栏 你可以自己再去增加 其实esale反正看你有几栏 你就给几个数字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这些资料 全部从那个array list 这个地方就是从array list 里面读写到什么 读写到那个我们的阵列里面 就是中文的是A栏 对不对 放在它的0的位置 第几个 从0开始 有没有 那这个回圈会一直往下跑 1 2 3 就是A栏的放在0的位置 B栏的放在1的位置 直到跑完为止 那不就每一个A栏的东西 就放在正列 那个0的位置 B栏就放1的位置 OK 那就是1 那它最后其实后面都一样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只是把上面这一段 加上这个地方变更 那最后test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应该没问题啦 不过应该是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 我是直接把它执行 那执行的话基本上 其他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后面的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讲了 OK 执行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电脑 Computer 这个不是重点 所以随便打一下 OK 打完 Enter 好了 也是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档案来源 就是不是在哪里 不是在那个 我们的 就 不是固定 所以如果说将来 你要变更里面 当然这个题库 假如说 你突然之间要变更的 没关系 请你到 网路Google啦 反正太多啦 单字表一堆嘛 你就直接怎么样 假如说我们随便改一下 是不是 随便来一个 计程车 不是应该 Taxi 没关系 反正不重要 OK好 假设这个地方 我换了几个词 放这边好了 OK把它贴上 那一样是 中文 英文 反正就是自己再颠倒一下 类似像这样 然后中间加个逗点 然后 假设我这边 多了 简单就多了两笔好了 OK 然后 它的磁性部分不佳好了 OK 就是类似像这样 然后这边 让 使用者填那个 大概改 改完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就变动态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以后你就没有笔数的限制 那将来如果说你要 你的笔数非常多的时候 那你就会再利用那个 Mess and Random 反而Random 笔数也许是五个 乱数去跳 五个 五笔记录 然后呢 让使用者去test 那这个地方我把它储存一下 有没有 里面题目变更了 那再跑一下 有没有 计程车 马上变更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Camp 还Camp 反正没关系 Enter 答对了 有没有 它一样会去比对 所以没有问题 里面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关键的地方 就在这里 这边而已 没有太多 如果这一些 以后你可不可以拿这来当范本 绝对可以 因为这个是我另外的 城市里面的范本 我是把它复制贴后来改而已 而且很好改 我讲过 反正你看有几栏 其实我本来是到F栏的 因为我现在剩两栏 我就改 把那个后面的删掉就好了 然后其他都改一改改一改 就OK了 所以这一套还蛮好用的 反正你就复制贴上改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读取档案的 当然档案不是只有读取CSV 以后TST也可以 反正只要是可以读取有结构性的档案 都可以这样读取 OK 好吧 画面呢 还给各位 等一下我会把那个 就是我完成的这一段程式嘛 提供给各位参考 会做个变化题就是 搜寻外汇关键字 应该在第一个吧 第一个就台银的 台银的那个外汇的牌价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当然未来我会教各位 直接把它全部抓下来 直接就不用再透过一个一个过程 那只是说因为今天是讲到那个 我们档案的方式 所以请各位从美金 一直到这边的东西 把它怎么样 先复制一下 其实他好像可以直接下载ESale 好没关系 反正都一样 你可以下载 或者可以下载文字档 然后做法上面就是 你去开那个ESale 直接把它开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新的一个ESale档案 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不要格式 不要格式 那里面的话 那个F这两栏 可以把它删掉 那留下我们要的部分好了 就类似像这样 那最后的话 你请你把它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时候 因为我们给他ESale档 Java目前是没办法读取 除非你可能要去找那个 其他Serv Party 或者国外也没有人 免费 不过可能这个 可能要付费 你们可以找找看 那如果说 你要让Java读取的话 建议是放在 我是把它放低叠底下 低叠底下 也许叫做 一档案叫外汇好了 那档案格式的话 记得存档类型 改为它可以读取的 CSV CSV 那你可以用TST 不过一般是用CSV 那特别注意 这个CSV里面的编码方式 特别注意 它就是MS950 或者叫Big 5 那除非说你将来呢 要把它再改成UTU8的话 我印象中在这边是没办法改 因为微软很奇怪 别人都UTU8 它就是不UTU8 它就是不改UTU8 所以那怎么办 我们自己知道的话 就是存档完之后 自己再去改UTU8 好就可以了 但是怎么改 好像很多方法 反正记事本也可以改 记事本加在也可以改 改一下编码就OK 那名称的话 也许我叫做外汇好了 OK 然后 我这边刚刚有做了一个 叫外汇好了 那你可以把它存档 这边 他问你要不要 FOR好了OK 他叫我再存一次 把它关掉 那我已经存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在低碟底下 就会看到有这个档案 外汇 那你可以按右键 那因为我这一台没有装 那个记事本加加 如果你也可以用 那个记事本加加把它开起来 看一下 基本上 它就是 一个是 你的币别 然后 极其的买入卖出 跟一个 那个现金的买入卖出 所以总共会有几栏 币别 其实看这里就清楚了 一二三四五栏 OK 应该懂的意思吧 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们刚刚的那个 就是刚刚的范例 我讲过 因为我们有A栏 B栏 这边有AB到E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变化 其实你可以把刚刚的范例 几乎通通都可以把它拿来用 贴过去 只是需要最后输出一个 再改一下输出那个部分 输出部分 其实就跑一个for回圈 for i 跟for j 然后输出print 就是system.out print 把它print出去 有没有 后面加一个TAB TAB 有没有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TAB 然后输出的结果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看到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输出的 这个是我刚刚输出的 也就是跑一个回圈嘛 那for i 就是列 for j 就是蓝 中间呢 每一蓝跟蓝之间呢 增加一个TAB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也许可以想想看 其实我刚刚做的 就是我把刚刚的复制贴上 改输出 那贴上之后 因为那边只有两蓝 那我讲过了 它只有A跟B嘛 那我加CD 5蓝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有放进去嘛 所以有需要怎么 再去宣告啊 其他的 反正需要改的就改一改 再改一个输出 答案就出来了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这个东西呢 套公司应该就可以出现了 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谢谢观看